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Blockchain 和虛擬貨幣 我經常都說 Blockchain 技術 即是區塊鏈技術 和虛擬貨幣是兩回事 現在內地 要不讓它炒賣的 就是虛擬貨幣 並非是Blockchain技術 Blockchain技術就等於一間房 而虛擬貨幣就等於一張桌子 現在我們就是 不讓它去在內地 從事買賣 管理 投資 就算你在所有交易所海外 它都要封殺你 即是不讓你用銀行轉數出去 買虛擬貨幣 或者是用支付寶 微信去買 這些電子錢包的公司 亦都被約談 和銀行約談了 就說一定要去徹查 這些所有去買虛擬貨幣的東西 反過來另外一個 都是虛擬的東西 就叫做NFT 不染綱貨幣的東西 這是非同質化的幣 它是容許的 因為 很多人都想不到 或者舉不出一個例子 認為甚麼是NFT 其實 我舉一個例子 很簡單 以前我們有興趣的 叫做Tamagotchi 養了一些叫做電子寵物 養了那些雞 以前就要定時餵牠吃東西 跟牠玩 這個也是局限你自己跟雞本身的互動 但是如果你跟牠互動之後 再連線 其他人知道你養了寵物 那個成長的時候 如果我養了寵物 接著去到某一個層次的時候賣給人 這個其實就是賣一個叫做NFT 因為這隻電子寵物是獨一無二的 或者是你打遊戲打到某一個層次 那個武器你才拿到 還有你是第一個拿的時候 這個如果你拿去鑽樣就有價值 這個有機會就是現在NFT裏面 我們放這個技術去轉讓 這個有機會是說得到被人通 未來NFT的作用會在哪裏 因為市場是發展著 教科書又追不及 大家是在摸索著 我比較想到最近似的交易就是類似這件事 現在坦白說 現在我們未接受到虛擬世界的東西 但是現在那些小朋友年青人 他一出生已經在一個虛擬世界裏面 他是接受很多東西 即是他們會接受地址寵物 他們會接受打機拿回來的武器 這些是值錢來的 並非我們在想這些要來玩的 賣不到錢 在他的世界裏面就是賣到錢 只不過是我們沒有擺時間 還有心機功夫去進入他們年青人的世界 接著就說他標籤他是騙人 我覺得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 今天想說的NFT就到這裏了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